八路军缴获印美国喇叭,送到宣传队被退回,十一天后打得敌宝飞上天的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,山东八路军第一师奉命挺进东北,于11月初赶到北宁铁路沿线,而国民党军早就坐着美国人的飞机,军舰在秦皇岛登陆,并占领了山海关。 11月23日下午,以十两团由山海关以北的星城向锦西挺进,在旧门与敌五十二军遭遇,达了三个多小时,毕伤敌人二百余人,并抓了十几个俘虏,缴获一部分美式武器,其中有一个钢筒子,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,上缴到了施军械科。 军械科助理员一看,头上有个喇叭口,便把它当成了乐器,派人送到师宣传队。 师宣传队一听,缴获了美国喇叭,高兴得不得了,都围过来看,有的还对喇叭一头吹一吹,说,美国鬼子个子大,气力也大,这样大的桶子咱们可吹不了。 师宣传队长柴川若是个知识分子,到过上海,见过大市面,宣传队的人就去找柴科长请教。 柴科长一看,这个铁桶子中间有个木柄,还有像枪板机的东西,则说,哎呀,这哪是什么乐器,一定是剑武器。 可是什么武器,他也说不出来,正在众人七嘴八舌的猜测时,师长良心出来了,大家问师长,这是什么武器? 他也从未见过,搞不清楚,便对柴科长说,你学过英文,给翻译翻译。 可柴川若上学时,学的英语都是些民用单词,怎么也拼不出武器名称来,说,似乎是什么火衣类的东西和剑一样。 梁师长恍然大悟,对了,迪秦通报上说美国给国民党军队装备了火箭炮,可能是火箭炮吧,送到炮兵连,看他们认不认识。 炮兵连有各排长叫朱胜,山东举县人,龙眉大眼,十分精干,虽然没闪过什么大学校,但他好读书,什么三国,水浒都看过,他还好钻研,跨包里还有什么物理,化学,代数,几何,德国操点,沿西山的炮兵叫反,枪炮出点小毛病,他还会修炼, 因此获得了个雅号小诸葛,小诸葛也不懂这是什么武器,但他的钻进上来了,非弄得水落石出不可,就扛着钢筒子到俘虏队请教。 正好俘虏队有个火箭炮手,一见就说,这是火箭炮,我在那面就使得他。 小诸葛就把这个俘虏兵带回连队,当成了上宾,请他教给自己使用的方法,可是没有炮弹怎么办? 小诸葛又带着俘虏兵到军械客,从缴获的弹药中找出了三十几发炮弹。 他高兴地跑去报告师长说,我们有了火箭炮,也有了炮弹,是不是应该是衣室管不管用? 师长说,好,你们试验室,我一定去看。 第二天下午,小诸葛到村头,把土地庙当靶子,然后,他按照俘虏兵教的办法,安好电石,装上炮弹,对准土地庙,一扣扳机,钢筒后面一喷火,弹头就飞向了土地庙,轰得一声,土地庙不翼而飞了,留下了一堆瓦礼。 参观的同志们齐声喊好,师长拉着小诸葛的手说,小诸葛,名不虚传呀,光你自己学会了不行,还要多教诲些人,下次打仗可能就要用上他了。 小诸葛眯着嘴笑哈哈,回答说,师长,我保证完成任务,当天,两团就挑选了五个机灵战士来学火箭炮。 小诸葛现炒现卖,把怎么安电池,怎么装炮弹,怎么瞄准,怎么激发,一面讲解,一面操作,一一传授给了战友们。 十一天后,也就是十二月四日,以师奉命攻占高桥,打的还是五十二军。 这一仗,火箭炮派上了用场,对准敌人的地堡,发发命中目标,阵地上战士们热烈欢呼,火箭炮万岁。 1946年2月14日,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,又在袖水盒子打了个歼灭战,消灭敌人四个整营和一个师属炮兵连,一个运输连。 这次一师伏敌五百多名,缴获很多美式武器,其中有六门火箭炮,从此,一师各团都装备上了火箭炮,师决定半个火箭炮训练班,由小诸葛诸胜当教员。 战后,师政委梁毕业在战斗总结大会上说,昨天我们还把火箭炮当成乐器,闹出了大笑话,今天我们用它打了胜仗,这是某,主席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和以战养战思想的胜利。 战后,师宣传队编了这样一首歌,火箭炮轰隆轰隆响,中央军扛着威风扬,一心一意打内战,八路军杀了一个回马枪,夺过火箭炮,对准国民党,地堡飞上天,打得敌人心发慌,哈哈哈哈,蒋介石,是个顶派派的运输大队长。